двигатель 由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是巴索盛 吹辟牧师体系 议庭和知行的关怀小组长 大家好 我是巴索盛 吹辟梯系 吹辟和知行的关怀小组长 亦都是今年日间学房的全修生 也是今年日间学方的全修生 我是阮爱琪Irene 我是阮爱琪Irene 我有父母和一个妈生的妹妹 我有父母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但是我在16岁那年 我妈妈因癌病离世 但在我16岁那一年 我妈妈因为癌症而离世 所以爸爸就独立照顾我和妹妹 所以爸爸就独立照顾我跟妹妹 但是他在我很多生活习惯 和处事为人方面 是看得很严谨的 他对我的生活习惯 还有处事为人方面 他都看得非常严谨 而且他定了很多的家规 而且他定下了很多的家规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要求 很多和很批评论断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要求很多 而且很多批评论断 于是我慢慢成长之后 我都好像复制了他的高要求 还有要靠自己 那些信念 所以当我渐渐成长 我就发现我已经复制了他的高要求 还有靠自己 于是我慢慢就变得 我要追求完美 我要做得好 所以慢慢我就变得要追求完美 并且我要做得好 要得到我爸爸的肯定 而且要得到爸爸的肯定 后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 社工系毕业 并且进修婚姻及家庭辅导 而且进修婚姻及家庭辅导 服务很多的群体 我服务很多的群体 我以为我有高学力 我又有专业的知识 我以为自己有高学历 还有专业的知识 我又掌握很多的社区资源 而且掌握很多的社区资源 我一定能够辅导 和帮很多很多的人 我一定能够辅导 并且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而的也确我也是做到 那确实我也真的做到 而且我在传统教会里面 我是唐区的领袖 而且我在传统教会里面 是唐区的领袖 我做很多的服侍 我做很多的服侍 我觉得一切都在我掌握之内 我觉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内 而且我真的很拼命地做 所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很拼命地做 而且我做得很好 我一切都归功于自己 我一切都归功于自己 但我忽略了 其实一切的成就 一切的能力 都是要归给我们的野和华 但我忽略了 将一切的成就 还有能力 都要归给耶和华 后来我在社区中心做社工 后来我在社区中心做社工 然后我们被提升 做处理中心主任 然后后来被提升 成为处理的中心主任 我才发觉我做事很厉害 我发现我做事很厉害 但人事管理呢 原来我很不得的 原来我人事管理是很不行的 当时有一位同事 当时有一位同事 小小小告诉你他很吞扑 我小小声告诉你他很 偷懒 很偷懒 他会吃完饭之后 有些办公时间就在桌上睡觉 他会吃完午餐之后 办公时间他就趴在那边睡觉 而且每月都定期拿病假 而且每个月都会定期拿病假 我就觉得他的工作态度真的好不行 我就觉得他的工作态度很不行 于是我试过拍桌 老朋友 骂他 非常生气 有一个男同事 另外一个男同事 他每次都跟我唱反调的 他常常跟我唱反调 跟我意见往往是相反的 他跟我的意见往往是相反的 甚至要据你力增 甚至他据你力增 所以我们在会议上面 时都很重的火药味 所以我们常常在会议上面 有很重的火药味 但我承认我没有好好处理 但我承认我自己没有好好处理 甚至我在背后 会跟熟的同事 讲他们是非 那我甚至在背后 会跟相比较熟的同事 讲他们的是非 我现在想回 其实我是一个 当时在一个善恶分辨树的里面 那我现在回想 我就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 而且我对传统教会的权并 特别我组长 都很多意见的 那我特别对传统教会里面 特别是我的组长 我很有意见 我是一个这么自愿 又很骄傲的人 我就是这样子很自愿 而且骄傲的人 但我自己是察觉不到 但我自己却察觉不到 直至在四年前 我转会来到611 直到四年前 我转会来到611 圣灵真的大大的光照我 圣灵真的大大的光照我 我真的去学习摸自己的生命 我真的去学习摸自己的生命 特别这两年 在日间学房里面 特别这两年在日间学房里 我才看到原来 我自己的真相 我才真正看见自己的真相 原来我很多东西都不懂的 原来我很多东西都不会的 原来什么叫圣灵 什么叫圣灵 什么叫爱与信任 什么叫爱与信任 其实很多我都不知道的 其实很多我都不明白的 而且很多东西我都掌握不了 而且我是掌握不了的 我都控制不了的 我也控制不了的 我才开始知道自己的真相 我就是骄傲 我就是一个很自大的人 我才开始知道自己的真相 我是一个骄傲而且自大的人 我记得有一晚 我就是在神的面前 我真的在神的面前 我深深的认罪 我深深的认罪 我承认自己就是这么自大 我承认自己就是这么自大 这么自高 这么大的自高 更觉得自己有能力 更觉得自己有能力 我面对神 我面对神 我承认自己这个罪 承认自己这个罪 我求神帮我 我求神来帮助我 改变我 改变我 更新我 让我知道 如何用生命树的眼光 去对人对事 让我知道怎么样 用生命树的眼光 来对人对事 不在里面 那么多的批评论断 不在里面 有更多的批评论断 靠我自己是做不到 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唯有抓住神 我才能够做到 我唯有抓住神 我才能够做得到 因为这样 我看的同事的眼光 都不同了 因着这样 我看同事的眼光 就不一样了 我慢慢主动 跟我的下属去沟通 我渐渐地 跟我的下属来沟通 我原来发现 原来那个女同事 是因为失眠 和痛症困扰着她 我发现那个女同事 原来是因着失眠 还有她有痛症困扰着她 原来她吃了很多的 很多的止痛药 原来她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所以影响她的工作表现 所以影响到她的工作表现 然后圣灵提醒我 原来那个男同事 她是很善良 原来那个男同事 也很善良 她出发点 是为中心的福祉 她的出发点 是为中心的福祉 来提出一个有效的 一些方案 而提出一些 有效的方案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好人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好人 原来问题其实是我自己 其实那个问题是在我自己 我没有对准生命术的看法 我没有对准生命术的看法 我没有用神的眼光去看他们 我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我只用自己 我有能力 我的眼光是最好的 我觉得 我只觉得自己有能力 我的眼光是最好的 于是这样就走歪了 所以这样子就走歪了 但真的很感恩 但很感恩 来到之后 来到之后 我有学房的装备 我有学房的装备 又有我组长他们的牧羊 也有我组长他们的牧羊 让我真的能够认清自己 让我真的能够认清自己 特别我自己的本相 特别我是我自己的本相 我真的开始学习柔和谦卑 我开始学习用神的眼光 我开始学习用神的眼光 看我自己 来看我自己 去看人和事 去看人和事 于是这些事情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事情就不再一样了 特别我今年在Mercy House 珍宝的家庭里面去服侍 特别我今年在Mercy House 就是这些珍宝的家庭里面来服侍 我现在还有一个景象就是 珍宝的孩子就会突然间大哀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脑中 还有一个景象就是 这些珍宝的孩子 他们会突然间大叫 他们控制不了 或者走来走去 或者是跑来跑去 很多他们特殊的情况 有很多他们特殊的情况 都不是我可以掌握到 都不是我可以掌握得了的 也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帮到多少 也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多少 所以更加知道 唯有神去帮助他们 所以更加知道 唯有神能够帮助他们 最后在家庭方面 最后在家庭方面 我上年四月 因为地铁站 滚落楼梯 跌伤了 那去年四月 我在地铁站 滚下楼梯就跌伤了 我右脚是有两处的骨裂 我右脚有两寸的骨裂 我没有想过 这个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间 我没有想过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间 因为我是要 我要带上那个脚托 我想图片都有看 看一下图片 有一个多月时间 过半月 一个半月时间 每晚是托着脚来睡 每天晚上要带着这个脚来睡觉 是很难入睡 是很难入睡的 试过早上全部湿了 很辛苦 很辛苦 甚至我要学用拐杖去走路 我要学习用拐杖来走路 我要坐在轮椅 我要坐轮椅 我动弹不得 我动弹不得 我甚至蹲下去执事 我都执不到 我甚至要蹲下来捡东西 我都捡不了 以我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 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没有想过 我有这段时间 我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这一段的时间 但很感谢神 透过爸爸 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帮我推轮椅 出入医院 然后出入医院 做物理治疗和复诊 但当时其实 他是受着膀胱癌 化疗的副作用 他有化疗的副作用 他有尿瓶和血疗 他有尿瓶和血尿 很痛 是很痛很痛的 但他忍住 但他忍住 他不进去急诊室就医 他不去急诊室就医 他为了是要照顾我 他的爱就好像天父的爱 他的爱就好像天父爸爸的爱 一个无条件和牺牲的爱 一个无条件而且牺牲的爱 因为这样 我跟他的关系又冷漠 我跟他的关系从冷漠 变得很有温度 变得很有温度 这个就是我英俊的爸爸 这就是我英俊的爸爸 画个秘密给你听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年轻的好像女妻的 他年轻的很像女妻 真的 是真的 现在都很英俊 现在也是很帅的 所以很谢谢他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让我感受到天父的爱 就在我们当中 让我感受到天父的爱 就在我们当中 我很感谢神带领我来到611 我很感谢神带领我来到611 因为教会 因着教会 因为小组的牧养 因着小组的牧养 因为学房的老师 同学的爱护 因着学房老师 同学的爱护 另外还有Mercy House的童工 还有Mercy House的童工 另外还有牧者们 因为我时追剧 都不够追神徒那么多 追剧都没有追成岛 追得这么多 他们的说话 那个真光的卫养 他们的话语 还有真光的卫养 令我生命很大的蜕变 令我生命有很大的蜕变 我能够走出自我的律法山 我能够走出自我的律法山 真的进入生命树里面 真的进入生命树的里面 变得柔和谦卑 变得柔和谦卑 愿意接纳自己 愿意接纳自己 愿意善待自己 然后善待自己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切 神奇妙的作为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我愿意将一切荣耀众赞 归于爱我的天父 我愿意一切荣耀送赞 都归给那爱我的天父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